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先炒香炸炖煮 样样都行 男女中青老少人人都爱 它是什么呢 就是羊肉 俗话说呀 冬吃羊肉赛人参 春夏秋时亦强身 那现在在我手中呢 就是一块羊排啊 不过它可不是普通的羊排 它取自海南省的东山羊 这个东山羊啊 在海南的地位非常高 和家鸡鸭 文昌鸡 和乐蟹 并称为海南四大名菜 我就特别喜欢它 不山不腥 紧致 檀嫩的这种口感 当然估计价格肯定也不低啊 我们来看看 这块羊排能卖到120块钱一斤 这可真不便宜 那为什么东山羊就能卖到 这么高的价钱呢 咱们今天就一起去主产区 海南省 一探究竟吧 东山羊主要生活在 海南万宁的东山岭 所以取东山命名 东山羊肉质鲜红有光泽 致蜜有弹性 皮薄 呈灰白色 以一分皮 两分肥 七分瘦的黄金比例著称 被称为海南四大名菜之一 探寻小分队 来到海南省万宁市一家 拥有2000只东山羊的养殖基地 养殖基地的负责人何欣 正赶着要给小羊打疫苗 帮助小羊健康成长 打这个疫苗的目的是什么呢 打疫苗是防止它有传染病 这个疫苗打得不及时会怎样 高羊会出现大量死亡 核心今天的工作任务 是要在一天之内完成为200只小羊 100只大羊注射疫苗的工作 给羊注射疫苗本身难度并不大 可是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 养殖场人员短缺 是核心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存养两千只东山羊的养殖基地 以前需要15个人才能够维持正常运转 现在只有三个人 这就意味着一个人要负担五个人的工作量 记者决定加入其中 给养殖场帮帮忙 正常的话需要几个人来完成这种工作 四个到五个 三个人抓羊 两个人打针 好嘞 那这个卷咱们是不是就打了呀 打完了 下一个 一会我们下一栋 都下一栋羊 这个羊好像有点不对 这羊咋了 这个羊不对 你看 那怎么了 你看它现在在呼吸 然后 它嘴在淌淌呢 这个羊有问题了 我进去看一下 疫苗有反应了吧 嘴在吐白沫 对 打个电话问一下 请教一下老师 喂 喂 卓老师啊 卓老师你赶紧看一下 就是这个羊啊 我这边这个羊刚刚打完疫苗 好像有点问题了 它现在呼吸好像有点空难 嘴巴流点泡沫 我打肺炎和这个七虫药来着 七虫药中毒 你要抓紧时间成就 如果不成就 那就快就吃掉了 好的 好的 10%的葡萄汤 200毫升 还有那个维生素 5毫升 好嘴巴流点泡沫 好嘞 好 好 那我现在去去拿 困难也行 都快点吃 好的 有 帮我赶紧拿一下 你拿个铁丝吧 我绑一下这个瓶子 这个还没遇到过 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个 好嘞 我把这个也放到地上 你帮我从后面压住一点 别害怕 别害怕 他现在已经没有力气了 他根本不挣扎 对啊 他现在很难受啊 赶紧给他处理好 别动 别动 听话 听话 多快不快 可以 可以 输进去过一会儿就好了 起来 好像好一点 对 再休息一会儿 就已经好过来了 他头都抬起来了 在专家远程指导下 小羊的状态逐渐得以缓解 核心松了一口气 可是对他来说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最大的压力依然存在 现在这个成本大概是多少啊 现在这个成本的话 一只羊的成本一天 是两块五到三块之间 然后现在要出栏 一只羊的话有六百来只 这个每一天的话 我现在要开支的就得要一千七一千八 那很多呀 对啊 每一天一睁眼我就得要给他们吃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本该出栏的六百只羊出不了栏 每天大把的往外掏钱 却没有寄钱 养殖户的压力可想而知 以前出现过这种重卖的情况吗 以前没有 都是供不应求的 东山羊名气大 但是产量有限 所以在海南本地经常出现 一羊难求的局面 2010年 海南省畜牧部门表示 希望农户能够圈养东山羊 一来可以最大限度地 保护当地的自然资源 二来 东山羊的产量有保证 但是东山羊桀骜不驯 野性极强 可不是想圈养就能圈养的 东山羊的一个跳跃 让记者很是惊讶 东山羊没有任何的助跑 他前腿发力 后腿蹬地 就成功地完成了一次跳跃 这羊这么厉害吗 它这个栏杆当时 我们做的是有一米三 然后就关不住它 它就总是来回跳 最后没办法 我们又整个又加高了 大部分都不会跳了 但是有个别的羊 还是关不住它 起来 在连续跳跃之后 他似乎还不满足 这墙这么高 说跳就跳啊 对啊 这墙我看看 快够一边高了 所以给它再绑一个绳子 这些野性十足的东山羊 以前都是在热带丛林 自由生活运动的 进而保证两分肥七分瘦 事实上 东山羊肉中的两分肥 与东山羊肉的少兴山 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 现在不能在东山岭撒野 要进入眷舍 东山羊的肉质 如何得到保障呢 如何确保羊肉少兴山呢 仔细观察东山羊的住处 很有讲究 每一个房间前面 都留有一片空地 干净整洁 并且比羊圈还要大 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和保证东山羊的肉质 有什么关系呢 前面的话 是那个优动厂 它的健身房 然后专门让它锻炼的 我们圈羊的话 它不像放养的那个 它可以满山跑 圈羊的话 它这个活动范围 有点限制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模仿 野生状态 让它有足够的一个活动量 感觉它也走不了几步啊 它是真能走啊 要不就是拿这个手环 来给它戴上看一下 你去拿绳子吧 我抓住它 523 等一会儿过一会儿 我来看 这不大的健身房 能不能保证东山羊的运动量呢 我们还是拿数据说话 看一下 我觉得走不了多少 关着这个门 我们把它抓住 3934 这会儿天比较热 早晚的话 它走的可能更多 用动量增加 然后它这个肉 就吃起来比较筋道 然后它这个脂肪又特别薄 然后它没有脂肪的话 这个羊就没有膻味 就好吃 对 它脂肪越少 膻味越轻 这什么声音 这是 这羊应该打架了 打架了 对 我们去看一下 有羊打架 这应该是够羊在打架了 我的天 这打得太凶了 对 快快 给它们俩分开吧 没事 这个是好事 打一下是好事 好事 对 一斤120元钱 任何一只羊受伤 这都是几千元的损失 两只羊撞得砰砰直响 记者都跟着着急 主人却说 这是好事 斗的话它不会打死 东山羊的头部结构 十分的坚硬 惊得起连续的碰撞 走 这个就赢了呗 这个赢啊 分出胜负之后 核心这才转变 把它们分开 对羊按照强弱分群 是核心经常要进行的 一项特别操作 大的 几个大的这种 几个啦 六个 这就够啦 对 这几个大的 就放一窝 然后中不溜的放一窝 最小的 弱的放一窝 抓羊 赶羊 都需要人 东山羊野性族 出了眷舍就撒欢 即使当下人手不足 也要这样做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呢 避免一些受气羊的产生嘛 什么是受气羊 就是体质比较差的 个体比较小的 比较瘦弱的这些部分 会被大羊欺负 经常吃不到草料的这种 它就叫受气羊了 羊一旦受气负 成了受气羊 会不会影响肉质呢 为了避免受气羊的产生 核心每半年 就会给羊调整一次眷舍 按照大小强弱 把东山羊分开 进而保证羊的肉质 所以东山羊之间的战争 是好事 不仅可以避免受气羊 还能让眷养的东山羊 拥有统一的品质 东山羊的羊肉少兴山 万宁当一的养殖户 还有一样法宝 这不 核心已经开始准备 上山寻宝了 据说 找到这样宝贝 东山羊羊肉 就能够少兴山 究竟是什么样的宝贝 能有这样的效果呢 这长得还挺神秘 当然一会儿见到你就知道了 它长在那个岩石缝中 岩石缝中 对 那个颜色越声音的越好 这个时候 海南已经有三十四五摄氏度了 在这热带丛林中行走 脸上的汗水 像是雨水一样流下来 核心顶着高温上山 究竟要给羊寻找什么宝贝呢 又是什么样的宝贝 能让羊肉远离兴山味呢 走了半个小时 依然没有发现 核心说的 长在石缝中的宝贝 记者有点耐不住性子了 然后多久到 马上到 马上就见到我的宝贝了 这就是我的宝贝了 这就是宝贝 咱走了正常时间 就找这哪儿都能找到的树叶 这个不是一般的树叶 你可以尝一下 树叶能吃是吗 能吃 放心吃 你尝一下 这个有股药味 爬山的过程中特别渴 但是我吃完这个 就感觉挺舒服的 嘴里它立马就不干了 对 它这个是浙姑茶 这是浙姑茶 对 浙姑茶大叶未干 是一种奇特的野生茶叶 被誉为茶品中的林枝草 是海南各地方人们 日常生活的饮品 那你才要跟我说 颜色越深越好 那咱正常买茶的话 不是说那个嫩叶更好吗 它这个茶树的特点 就是这个叶 颜色越深 这个味道越浓 冬山羊肉好吃 就是因为这个 吃了这个浙姑茶 吃了这个浙姑茶的羊肉 它不山 这也没有多少 能够羊吃吗 我这边种了好几千棵呢 山上还有 这么刚刚上来 好多呀 对对 野生状态下的话 它这个羊就能在外面吃到嘛 然后我们这圈养了以后 尽量也能模仿它这个 野生的这个 菜食的一些过程 让它吃到更多的 那回去这个用变成料 还是直接喂个羊 直接就这样喂就行了 即便是圈养的环境 东山羊也能吃上 能够减少山味的浙姑茶 但是在当地 可不是所有的羊 都能吃上浙姑茶的 这羊在准备要出栏之前的话 我们就给它要喂这个 这锅茶了 这羊这个东山羊 其实还挺胃型的 对啊 挺不容易的 羊 辛辛苦苦养出来 现在这个疫情期间 又不好消 东山羊以前供不应求 如今一枝难消 核心言语中的无奈 更多的是内心压力的一种体现 如何才能突破困局 打开销路呢 这你又算啥呀 我现在看着你算这个 怎么有点郁闷啊 那现在算来 咱们这一天成本得多少钱 两千五左右吧 哎呀我以前可爱算账了 现在看见这 有点睡不着觉的这种感觉 是海南本地人不吃冻羊肉是吗 咱们当地这边的习惯 它就喜欢吃新鲜的 那我们联系一下 那个小区的这个社区啊 或者什么的 我们能不能送出去一下 可以联系一下 可以试一下 你现在就联系一下吧 好 核心联系了当地社区 电话接通 它显得有些紧张 这个是可以做 你要做的话 首先要保证一个防疫 和那个食品质量 我一会儿把这个相关资料 发过去 提交相关资料后 核心很快收到了好消息 上去签了 好 上去签 好 你先下来 有个好事 第一个订单 你先收一下 这是我应该 第一单给你收 伴随订单来的还有一件要紧事 这不核心核记者已经出发了 我怎么觉得打疫苗的时候挺好抓的呢 一些是母羊 再一个是小羊 它不像这里的这些羊 这些羊是要出来的这个育肥羊 它这个身体是特别健壮的时间 最不好抓的就是它 小羊羔抓起来很轻松 稍大一点的羊 要想抓住就不那么容易了 在记者即将碰触到东山羊的瞬间 东山羊迅速逃脱 四条大长腿 不用任何助跑 它就能够迅速跳起 以强作为跳板 迅速改变方向逃离 有着飞檐走壁的本领 要想抓住它 谈何容易 一米三左右的栏杆被东山羊迅速翻过 给记者和何欣一个措手不及 我们有办法 把这个门关住 但是好在这只东山羊并没有跑远 在羊舍里头 记者刚想接近它 它再次腾空而起 对它 杀不过我爸 没有办法 我就是这么强大 追不上我爸 被我打败了 拽头一起杀吧 我根本没在怕 就算抓住了 好动了 来来来 我来 我给它绑住 抓完羊 何欣最快的速度备货 迫不及待地送出自己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第一单货 35度期 谢谢了 任大哥 谢谢了 非常感谢 完了 我就交给业主了 好 谢谢大哥 那我先回去了 何欣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期间 通过跟社区的联合 初步解决了卖男问题 然而 他并没有就此满足 开始大胆尝试 在电商上下功夫 将羊肉进行精分割 在48小时以内 通过冷链物流 将自己的东山羊肉 发往全国各地 不知道北京的演播室 是否收到了新鲜的羊肉呢 看来东山羊价格高 确实是因为品质好 不但品质好 速度还快呢 新鲜的羊腿肉 我已经拿到了 那咱们大家对羊肉呢 大多数人是爱吃怕做 羊肉未美 但是做起来有点费事 耗时耗力 还不一定能做好 那有没有什么做法 能够又快又简单 又好学 能做出又好吃的羊肉来呢 来 这个小挑战 就交给何大厨吧 家庭版的炒烤羊肉啊 那叫一个鲜嫩 又方便 又好学 又好吃 只要五分钟 但是啊 这里面的门道 您可得记好咯 这香嫩的第一步啊 就是要用羊腿肉 因为羊腿肉里边的有筋 炒烤出来的肉啊 更有嚼头 也更香 这香的那第二步啊 就是不要腌制 为什么呢 一会儿告诉您 洋葱呢 跟羊肉啊 实际上是很搭的 这个紫皮的洋葱啊 更好 因为这个紫皮洋葱啊 口感辛辣 味道重 富含花青素和蛋白质 适合做熟食时候使用 您别听到洋葱就害怕 我有切洋葱 不辣眼睛的小妙招 从中架一破两开 根部这点连着留着 然后呢 我们用刀在上边 斜刀进去 划开 打一个 均匀的 调状 切完以后 用手一扶 这就不动了 然后每一个都是这样 这样切完以后呢 这个洋葱呢 还是半个洋葱 把洋葱放在锅里边 它还是半个啊 这保持羊肉鲜嫩的第三步啊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用炒锅烤 什么是炒烤呢 明火接触是烤 咱们现场啊 用锅作为介质 用产生的锅气热量 来炒烤羊肉 瞬间高温能快速去除羊肉的星山味 这就是羊肉不用腌制的原因之一 这时候啊 羊肉表面快速产生胶边 让肉呢 充分的锁住水分 外焦里嫩 这也是不能腌制的原因之二 因为腌制会让羊肉流失大量的水分 保持鲜嫩的第四步呢 就是调味料的顺序 先加孜然粒 再加辣椒粉 最后放孜然粉 这样能够炒烤出复合有层次的香味 同时还可以去除羊肉的星山味 这是羊肉不用腌制的原因之三 记住了 您出锅再加盐 千万顺序别错了 外表焦香酥脆 咬开肉汁横流 闻着香 吃着筋豆 怎么样 这道家常版的炒烤羊肉 是不是简单好学好吃又美味 东山羊除了烤啊 在海南当地呢 还有鸿闷东山羊 干边东山羊 青汤东山羊 要善东山羊 一只东山羊等等等等做法 正所谓羊肥爱枝草 茶好半明泉 东山羊吃的是这股茶 喝的是山泉水 整日攀爬跳跃在山泉之中 成就了肥而不腻 食物山味 适合带带皮吃的动物山羊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的优质食材和家常美味 尽在水之盘中餐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